说到印加古文明 最为人所熟知的标志 就是位于安地斯山脉的天空之城 马丘比丘 就好比金字塔 只与埃及一样 那么马丘比丘的存在 一样也留下了很多 无法破解的谜团 为印加帝国增添了 很多神秘的色彩 在印加语当中 马丘比丘为古老的山 也被称作是 失落的印加城市 跟我们刚刚介绍了 过的齐勤依察 玛雅城邦遗址一样 同列为世界新七大奇景 1983年入选文化 与自然双重世界遗产 印加人到底是怎么样 在这么陡峭的山壁上来建成 而且周围又为什么会出现 许多巨大的原状梯田呢 TBS记者林鸿怡 先前做了采访 我们一起来看 因为在高山中沉睡了400多年 才被人类发现 很多人因为这个古城的神秘性 不远千里而来 就是要登上马丘比丘 印加帝国因为没有使用文字 他们被灭国后 留下许多未解的谜团 首先是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 激进垂直的山壁 新建这座古城 特别在当时根本没有马跟驴 用来载运的印加帝国 从高处俯瞰 马丘比丘就像漂浮在两座山脉之间 这个地方一点也不适合盖房子 但当时的印加民族 却已经有了惊人的建筑科技 甚至有人开玩笑说 这根本是外星人盖出来的 另外从这个角度看 主光场后面的这座山 如果把整座山朝左边90度旋转 山的能线居然出现一个人脸模样 马丘比丘留下的谜团 还有当时印加帝国的建筑工法 当时他们如何把这么多的石块 运到山上来 还有你可以看到这石块切割得非常完整 更利奇的是 石块跟石块之间 并没有任何的粘着剂 特别是当中许多巨大的花岗岩 每颗都重达20公吨 想要从山下运上来 根本不可能 考古学家还在这片古迹 发现一件神奇的事 就是这里的建筑 跟天文古力法有巧妙连结 比如这座神庙 每年冬至第一天 太阳刚好会从窗户的正方照射进来 考古学家认为 印加人利用这些建筑群 来记录春夏秋冬 决定耕作跟收割的日期 距离马丘比丘大约50公里处 在这里还有更神秘的梯田 大地上出现了好几个巨大的圆圈圈 我们现在来到这边是印加帝国非常重要的 一记叫做莫瑞梯田 你可以看到在我的后面 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圆形梯田 那么过去曾经有传闻 这是外星人的杰作 不过根据科学考证 事实上这是当时印加人 为了栽培作物所盖出来的 天然实验场 这里的梯田都是完整的正圆形 最大的这个深度达到150公尺 将近有50层楼高 要绕上一圈得足足花上一个小时 它的作用其实是古代的温室农场 科学家经过实地探测 发现一个惊人的数据 梯田的每一层 温度刚好差摄氏0.5度 从最高到最底层 温度差距是15度 而且圆圈圈各个位置 因为日照时间不同 温度也不一样 如今这个神秘梯田 已经获得了科学破解 但是这个地方 纳斯卡的沙漠上 为何在地面出现这些巨大图案 依旧是秘如古文明的一个谜团 印加人没有文字 不过却能发展出 长达400年兴盛的高度文明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就来仔细看看 这个相当于印加文明标志的 马丘比丘 马丘比丘是在1983年 入选世界遗产的 什么叫马丘比丘呢 说是古老的山 还有失落的印加城市意思 比较特别的是 它位于2450公尺高的安利斯山脉 真的非常不容易 而且要盖出这个城堡 实在是很不容易吧 因为都是用巨大的花岗石来组成 又称之为秘鲁长城 我们先请教一下马老师 到马丘比丘 有哪些看点是一定不能错过的 很多人很好奇 马丘比丘盖在这样的地方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到底它做什么用途 其实现在学界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是以前古代印加贵族度假的庄园 也有人说它是古代印加路网当中 提供的一个驿站 当然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样貌 你除了看到太阳神庙 还有秃鹰神殿 另外还可以看到 我们讲说这边有酸日食 什么叫酸日食 顾名思义 我们羊牛要用绳子把它牵着 不要让它乱跑 以古代的印加人 他们其实崇拜太阳神 当然阳光 空气 水这三样东西 是日常生活当中 每一个文明都需要的 所以这边其实酸日食 它就是一个精心设计过 精心测量过的一个日轨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很特别 它的一个造型很奇怪 只有往北边它是突出的 一个立起来的一个石头 然后旁边它有一个四个角 这四个角分别对向东西南北 四个方向 可是只有北 西 南这三个方向 各指一个山峰 东边的方向是没有任何山峰 为什么 因为太阳每天要从东边升起 升起之后中间那一个 你会发现 随着每天太阳轨道的一个变化 它会产生不同的阴影 古代的印加人 就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察 来了解时间 甚至发展出自己特别的一个 生活历法的这一个情形 另外在这边还可以看到 山窗神殿 山窗神殿在印加文明当中 你只要看到山窗的 通常大家说这就是神殿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都是遗迹 为什么这山窗 山窗其实代表天 地 人 代表不同的空间 在这边其实有很多 像这样子一个 所谓的古代印加人 在盖马丘 比丘的一些 透露出的一些讯号 或是透露出的一些 所谓的秘密在里面 当然这个秘密 我们后人如何去解读 其实也是莫中一事 可是李老师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 它盖在这个2450公尺高的 安提斯山上面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看到旁边都是峭壁 这是乌鲁般八河的垂直峭壁 听说落差有400到600公尺高 为什么要盖在这么高的一个地方 它有什么特殊的用意 其实盖这个马丘比丘的时候 它大概是在15世纪 当时它是一个最伟大的 在印加最伟大的君王 叫做印加伊加比 它这个君王 他就把这个要监视北方的 一个重要的据点 他选了一个地点 马丘比丘因为它的位置非常好 它刚好在河谷的上面 它又是往来的异道 所以有点居高临下那个意思 下面的河谷里面 又是农业发展的地方 刚好 而且其实我们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盖到这么高的地方 它怎么获得水源 因为他们刚好在发现了 马丘比丘的上方有泉水 所以它透过这个上方的泉水 它可以源源不绝的 就可以供应马丘比丘 他们也不用从到河谷下面 把水攀上来 运上来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经过一番考察之后 发现了这个地点是非常好 又具有隔离 与世隔离 可以宗教上的意义 又有防御上的功能 又可以自给自足 因为他们后来也盖了梯田 所以它等于说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于这个国王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不过盖这个城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都是用巨大的花岗岩 我们都说花岗岩 它没有用水泥来黏着 它好像是一种特殊的工艺 是这样子吗 马老师 对 其实这边最让人 碳为观止的就是在15世纪 新建这个马丘比丘的时候 这些石头 你会发现中间都没有空隙 你说没有空隙很简单 我弄成方块的石头 可是最让人碳为观止就是 它不是方块的石头 而是呈现多角形 古代的应家人认为 在这边的石头 刚刚开文提到 这边都是花岗岩 这花岗岩来自于河谷 而不是来自于山上的 以前应家帝国 它没有轮子 轮子至少可以搬运 可是你说它不知道圆 它知道圆 因为他们崇拜的太阳神 叫印底 其实就是圆形的概念 可是为什么又不用轮子 又可以从这么低的河谷地 搬来这种所谓的花岗岩 这一样到目前 都还是很大的一个名 好 尤其另外一个就是 不管是阿兹提克文明也好 或者印加帝国文明也好 最后好像都是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死于疫病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因素 对吗 对 尤其是阿兹提克 阿兹提克的 因为西班牙人先征服阿兹提克 之后才征服印加 所以西班牙是比较晚才到印加的地方 在西班牙在征服阿兹提克的过程里面 一开始他其实第一批军队并没有把这么可怕的天花 带到阿兹提克城里面 后来比较特别是因为他有第二批的援军 来支援这个叫做Ana Gordes 结果他带了一个黑弩 这个黑弩是从非洲直接运来的 所以他的天花可能是最纯粹的 最原始的最毒的天花 超级传染者 超级传染者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超级传染者 这个超级传染者最后他就死在阿兹提克城里面 虽然西班牙第一次被阿兹提克人打败逃出去之后 可是逃出去之后 真正的灾难才在阿兹提克人的社群里面开始散开 印加的情况更好玩了 就是他的老国王在听到信使带来说 有一些奇怪的人到达他的印加帝国的时候 他很紧张 他紧张到什么程度 他就把自己隔离起来 因为他听到疫情 他就把自己隔离起来 然后开始沐浴 灾戒 这还蛮有防疫观念的 对 它有防疫观念 可是没多久他就生病了 为什么 那生病了 因为信使可能就把那个疾病就带来了 就带来了 结果在找了王子做继承成人之后 他还找了这个陈子来做一个占谱 那印加的占谱很好玩 他是把那个洛马把他胸腔割开 割开之后再把心脏拿开 看他肺里面的血管的情况来去占谱结果 占谱的结果是两个王子的都对于帝国不好 就是帝国孕育都不好 当信使回去告诉这个国王说 占谱结果的时候国王已经死了 那他们就去找第一个王子 没想到第一国王子也死了 也是病死了 最后就找了第二个 所以其实当这个病情的传播 远远超过他们自己能够控制的程度 控制的范围 对 所以到最后整个印加帝国的父王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 防疫跟公卫一定要做得好 这对于国家安全非常的重要 所以现在防疫是国安层级 好 非常想要谢谢两位老师 今天带来了 跟我们分享这个美洲的古文明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讯息 那么见谷之经 有的时候我们在听这些故事的同时 也可以提供我们现金带座参考的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加入 我是小开文 我的提关点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by bwd6